你知道为什么朝盖压不住宋江吗? 宋江上山后没多久,朝盖就被架工,沦为了吉祥物。 那么朝盖比宋江到底是差在哪里呢? 我们先分析一下朝盖的性格以及本领。 朝盖在《水浒传》的形象和关羽有点类似, 他一搏云天为人仗义书才且喜欢武刀弄江, 而且心地还不错,遇到有困难的人会接济他们, 算是一个仁慈的大丈夫, 不过正是因为这个仁慈使他不如宋江的地方。 朝盖的人慈体现在很多方面, 就拿智取生辰刚来说, 当时朝盖和公孙盛阮氏三雄等人 已经成功将杨智等武艺高强的人迷倒之后, 原本可以拿到生辰刚的同时还能杀人灭口, 不过朝盖反对这么做, 认为取了不义之才就好, 没必要杀人, 就是因为如此, 后来杨智身边的人报官抓朝盖等人, 要不然一桩无证人案件, 朝盖他们根本不需要上梁山。 除此之外朝盖的人此还体现在其他地方, 上梁山临冲火兵亡伦后, 朝盖等人在梁山扎下迎来, 因为朝盖他们本来就是强盗, 专门靠打家劫舍过日子, 对江边来往的富商虽有打劫, 但朝盖一直嘱咐不要伤害他人性命, 这一件件事情都是体现朝盖的人意, 比起宋江的假人意来说无疑要好上很多, 但是正所谓词不长兵, 朝盖的人词反而是他不如宋江的地方, 梁山那可是土匪窝, 在一个土匪窝里讲人词, 这显然是非常可笑的行为, 而宋江则不是, 他是实打实的黑心人, 江州劫伐场的时候, 李逵背着宋江见人就杀, 根本不管是百姓还是管军, 但是宋江根本没有阻止他, 最后还是朝盖看不下去才让李逵别杀了, 屠杀大明府也是, 要不是柴静过来劝, 宋江无用真可能直接屠生, 但是这些事在其他人眼中就不一样了, 他们只会觉得梁山很牛, 能攻城拔寨, 除了太过仁慈外, 朝盖还是个耳根子软且有勇无谋的人, 在智取生辰刚之前, 当时朝盖是当地的保证, 可以说身份、地位、财富一样都不缺, 身边也都是朋友, 但他却和刘唐、白胜等人混到了一起, 这些人可以说是社会的底层人物, 对未来没有希望的人, 但是朝盖本来就有着自己富足的生活, 不需要顾虑那么多, 不过也是朝盖的性格所致, 致使他走上了匡扶正义的道路, 智取生辰刚这件事, 朝盖其实做得十分失败, 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问题没有预警, 当时朝盖他们抢到了钱, 居然当场就分赃, 将事情弄到了十分被动的境地, 最后还是宋江帮忙, 才导致朝盖不被衙门抓起来,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朝盖的城府与心机并没有那么深, 做事的分层干不够, 除了这几个点外, 朝盖还有哪些缺陷, 导致他不如宋江呢? 朝盖上梁山的出众, 适合兄弟们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共享富贵, 他一波云天, 一旦认准了某人为兄弟, 就会抛开一片心, 甘胆相照, 同时他饥饿如臭, 他要的只是反抗朝廷, 而不是把梁山变成一片藏污纳垢之地, 因此他对偷鸡摸狗的十千不假辞色, 甚至一度想要杀了他, 相比之下宋江便要深沉得多, 他目标远大, 只把梁山的目的从来都只有一个, 便是将梁山作为筹码, 和朝廷换取高官厚禄, 因此他能忍得下兄弟的抗议, 也能对品格低劣的时间, 王英等人给予包容, 为了收买人心, 甚至不惜将护三娘赐给了王英, 宋江这种行为, 我们今天的社会称之为高情商, 朝盖这种光明磊落的性格, 自然就将一些兄弟, 推到了宋江的那边, 典型代表便是吴勇, 吴勇因狠毒辣, 善是阴谋, 他本来是朝盖的指教, 但吴勇这种不择手段的性格, 不被朝盖喜欢, 吴勇便改换文庭, 成为了宋江的头号智囊, 因为只有宋江, 才能给他一个施展独际的舞台, 在宋江的手下效力才能发光发热, 实现停声报复, 而无用的这种转变, 也同样发生在杨雄, 石秀等人身上, 而上梁山的人, 谁还没一点黑料, 极恶如仇的朝盖, 最终将梁山的人心, 全部推到了宋江身上, 也就是说, 他的政治智商是驾驭不了梁山首领这个身份的, 除了这个原因, 朝盖做事没有目标, 也是他输给宋江的很大原因, 朝盖当上梁山之主后, 梁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 既没有说目标是壮大梁山, 兼并其他山头, 也没说要攻城拔寨, 占领城池, 反正就是守着水坡的一亩三分地, 有富商过来抢一波, 没事的时候就大碗喝酒大口食肉, 这种今朝有酒精昭醉的生活方式, 对于江湖贤汉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对于一些有报复的人来说就不够看了, 而宋江不一样, 他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要昭安, 因此他吸收了很多朝廷降降, 这些人不止给梁山带来了巨大的兵力, 也会因为跟宋江有着共同目标而会跟他一条心, 这也是后面上山的头领只认宋江不认朝盖的原因, 除了以上几点, 还有一个方面, 朝盖是绝对不如宋江的, 那就是宋江怕死而朝盖则有些誓死如归了, 所谓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朝盖作为梁山之主, 每次干架都冲在最前面, 这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人该干的事, 而宋江则不一样, 他绝对不会将自己置于显地, 因此即使朝盖没有死在增头市, 但是以他鲁莽的个性, 死亡是迟早的事, 宗上所说, 朝盖可以是一个好兄弟, 一个好将领,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好首领,